李沁 任嘉伦主演的电视剧《请君》 可以说是 极搞笑 和悬疑于一体 剧情随着极数的增加 越来越精彩 这部剧的剧情 大致其实大家也比较清楚了 主要讲述的是 芸汐的《灵石复活之后的余登登》 和陆岩之间的爱情故事 当然 其中还包括人族和灵族之间的战争 从陆岩的回忆 以及灵族的复数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三千年前 陆岩 是人类的强者 而灵族 算是外来物种 想要夺取九州 特别是灵族首领朱镕 对于人类充满敌意 要杀了人类 取而代之 不过 灵族的圣女芸汐 却不愿如此 帮助陆岩 而且两者 还相互产生了感情 陆岩 在和朱镕的大战中 身受重伤 芸汐为了救她 把自己的元丹 给了陆岩 这也导致了陆岩活了下来 实力大增 最后 用剑 刺穿朱镕的心脏 可惜 却没有诛杀朱镕 至于芸汐陨落 陆岩将她的灵羽 放在清泉山的一处地方 希望她的灵石 能够重新复活 但没想到的是 她复活之后 却没有记忆 只有于登登的记忆 从新的剧情来看 于登登的身份 基本可以确认 她就是芸汐的灵石化形 至于真正的于登登 已经死了 并不是于登登 吃了芸汐的化形才活下来 这也是为何 陆岩的剧灵阵 无法对付于登登 而且 于登登的血液 却可以破百镇 对付灵族的原因 陆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 于登登真身 其实是芸汐的真身 也就是真正的金乌圣女 这也是大家在花絮中能看到的 于登登背后 出现的金色羽翼 因为 她是金乌 至于陆岩原本是人类 但是 吃下了芸汐的元丹之后 变成了半人半灵 确切地说 也就是一半是金乌 一半是人 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于登登的真身是金乌 那么 身为灵族首领 朱镕的真身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相信很多人都很疑惑 毕竟这部剧中 出现的灵族 或者灵族的遗骸 还是非常牛叉的 除了金乌 还有比如麒麟 凤凰 应龙的骨 朱镕的身份 自然不可能简单 而从新的剧情中 朱镕在回忆中的衣着来看 她的真身 极有可能也是鸟类 而且 可能性最大的 就是大鹏鸟 唯有如此 才能成为众多灵族的首领 而朱镕 也应该就是这部剧最大的反派了 三千年前 陆燕没有击杀她 她卷土重来 利用部分灵族 夺取他人精气 最后 必然要找陆燕 和于登登复仇 后面的剧情 将会非常的精彩 会有更多的灵族线 是 期待后续剧情的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